让你嘴硬 不咬了 安妥了 有话好说 别动手呀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浇出来 不然砍了你的脑袋 他们人多势众 这时候一定要见机形势 硬碰硬 肯定占不到便宜 给 我们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 就是这把步枪了 嗯 就这点东西 还不够塞牙缝呢 你是我见过最穷的外地人 跟我走吧 进寨子 可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你们 嗯 好东西都给你们了 这怎么还有绑架 你有问题 没有 那走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真跟看文大爷说的一样 想拉我入伙 哼 失心妄想 老实点 后面可有好多枪 在抵着你们的脑袋 上车 这就是我们的桃花战 进去之后 不要乱走乱动 我们这子弹可不长眼睛 好 敢问各位好汉 绑架我们到这里是要干啥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看我们这桃花战 依山而建 地势险要 各路好汉伶俐 吃香喝辣 有没有兴趣 跟我们一起打家结舍 呃 事情来得有点突然 要容我考虑一下 我们的伟大目标 可不是一直盘踞在此 当小山贼 嗯 那是什么 自从我组建队伍之后 一直在招揽各路英雄好汉 我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想跟邪恶的欧阳九抗衡 嗯 欧阳九 难道他还在北部地区出没啊 那玩意就不是个人 说我们山贼坏 可谁知道 欧阳九的种种行为 简直是丧尽天良 你们要对付欧阳九 那容我考虑考虑 好 我给你时间 不过在你考虑好之前 我们还会按照犯人的标准 来对待你 嗯 什么意思 我靠 没想到探险这么多年 我今天也被关到了笼子里面 这套花寨的面积很大 各类资源应有尽有 怕是做了不少打家结舍的勾当 如果我要是加入他们 以后肯定要遗臭万年呀 不行 我感觉此事得从长计议 别嘀咕了 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桃花寨的兄弟们 各个都是英雄好汉 打家结舍也都是为了生存 生存个屁 又瘦又娇的 鬼煞不死鸡感 好家伙 嘴真硬 不给你们来点厉害的 是不知道厉害了 我们老大好心招揽你们 别不吃好歹 把衣服给我脱了 快 这启文都定下是缉毒了 你让安门脱衣服 二壮 听我的 人在屋檐下 脱了 好的 回格 你说咋办就咋办 十项点儿 忽然蹦了你们 走兄弟们 大块吃肉 大口喝酒 二壮 不要怕 咱们等到夜深人静 想想办法 掏出去 等找到岛田哥 再回来报仇 咱们拆一块笼子板 就能拆一块笼子板 就能逃出去了 成功了 毕竟还是一伙土山贼 想用着木头笼子困住我 哼 没门 走 二壮 这山寨里面黑灯下火 这么大一群人 一个看守的都没有 看来他们 还是比较懒散的 想跟欧阳久斗 怕是不好成功呀 走 二壮 从这儿爬出去 哦 我们终于掏出了这座寨子 二壮 去门口 把他们的摩托车开走吧 快 动身 哇 真刺激 今天 我跟二壮 深入山贼窝点 被困到笼子里面 真没想到 被我们抓住机会 逃出来了